看起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总统之战是越来越明朗了 现在布局也是越来越明显 传出在空阵部分除了会借近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经验之外 还将邀请资深媒体人赵兽康来担任竞选总干事 至于在陆阵的部分则是由柯文哲来进行统筹 发动全台的柯粉俱乐部还有民众党要筹设2000个连署点 传出柯文哲下了知令状 一个月要冲到50万份连署书 那么对此台北市政顾问蔡壁如 今天是正面回应了 他说这个量能没问题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郭台铭是唯一能够赢的人 过去从不掩饰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欣赏 知识媒体人赵绍康在初选期间也为郭董操盘 不过初选落幕之后 郭董跟赵绍康退回好有关系 但随着郭董参选态势越来越明显 传出郭董要请他冲出江湖 发现这个退场声明呢 这个并没有没有得到这个正面的回应 他下午自己写写了一篇 在节目评论时事对郭董选情依旧非常关心 传出郭台铭认为以赵绍康在媒体圈的备份 跟过去资历人脉经验 对自己的空站将会大有帮助 因此想要请他担任竞选总干事 但赵绍康对于在入郭董智囊团犹豫不决 只说目前没人邀请他 而不止空站运筹帷幄 郭董的地面组织站也积极筹组当中 科文哲十一号跟郭董合体 甚至有意担任郭台铭荣誉总干事 因为未来的选战 科文哲除了要以最擅长的空站驻阵之外 地面站也已经准备就绪 民众党已经宣布要开设两千个连署点 科文哲也会发动全国各地的 科粉俱乐部当作连署站 对选举布局郭台铭办公室回应 有决定一定会向外界报告 目前的人事安排都是猜测 但有科文哲全力相助 郭董再出要让台湾政坛焕然一新 接下来台北总报道